喝醉酒是故事 是鬼故事,不是喝醉酒的故事 有一個男生,我搭個肩膀 都是做著女生,你坐下,不要害怕 無緣無故,再抱著 我這隻長手,我真是厲害 鬼手就拿著麥克風 我真是害怕你,現在說 老實說,你冷靜一點 因為要應酬,送她回去 一進門後,她便在底部 我便跟她抹 抹底部? 是呀,你都多我軟 門一慢慢移開,然後 然後把腳伸出來 當時,一班朋友去喝東西 是男士,不知道會否被撿出來 就找了一個Love Hotel 當時,一個人不可以留 規矩,是一定要一男一女 你不要假裝未去過爆房 我穿在浴缸,我整身都吐 最有品的人,如果你回家吐 其實你通常會選擇浴缸 其實你覺得你對著馬龍偶 你不會瞄準到,除非你是整個頭腿 其實每一次喝醉都很危險 你都喜歡玩適中、猜妹 然後不停加規矩 加規矩,加規矩,加規矩 最初是一杯,然後兩杯,然後四杯,然後十杯 人生最後一次要喝 當時,同居女友長不停在打鼻子 一開口,跟的士司機說 九龍桃 然後那個司機,九龍桃很大 問問,試試一下 你會戴什麼套?不戴? 最後結局是悲慘的 他在六個月之後,就結婚了 這件事很可怕 又打架 或者回到家裡,女朋友就自殺 他喝了洗潔精 然後你又要送他去醫院 然後他又吐泡 我又吐泡 人心醒,大家真的要記住 我亂喝酒 我們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吧 下次再說吧 星期三跑完馬 一起醉生農死